最近因為業績漂亮 之前大家所說的泡沫爆破 會短期內調整 從來都沒有出現 不止三大指數破頂 例如Dow Transport 反映傳統經濟 或者羅素2000的同事 都一起創新高的位置 我真的要問你 你摸一些技術趨勢比較準確 短期內有沒有低位可以讓我買東西 如果還沒買齊 其實你說之前的低位可能9月底 10月初過就是了 想不到 但短期內我覺得有少少像 一個很短的Fear of Missing Out 所以雖然剛才Debbie也說了很多 現在美股聽到很多因素都很利好的 我們都要去找一下 有沒有一些位置要小心 因為earning 就強了 很多靈體 其實那邊的IPO 都炒到瘋了 但如果我們真的要看美股 其實未來可能兩三季 有一個警示就是看到 我們對比標普的股息率 去減10年期的國際息率 大家看到一條橙色線 我盡量畫了一些不同的時間段 黃色和綠色 其實黃色和綠色是代表甚麼呢 就是參考之前可能S&P500 有回調多於10%的股息率 前半年 我們會看到黃色和綠色的前半年 就是之前的息率減10年期的國債 明顯跌了一段 尤其是我們會看到相對低於它們的平均水平 你見到上幾次 大概七次 六次 有四次都是黃色 即是當橙色線 是低於粉藍色線 即是低於平均水平 現在呢 如果參考這個情況 現在是月來月快到了 再加上 你想想如果股市升 再加上下年多一點加息的預期 其實十年期的國際息率會有機會重新 那條橙色線 其實就很容易跌穿粉藍色線 我們會有這個景色 覺得未來這兩三季 其實出現了一個十多%的調整 不奇怪 唯一一個位置是尷尬的 我答不到你的就是 究竟股市會不會升多20% 才會跌 還是會現在跌完給你再買 這是我們經常說很難猜 這些呢 譬如有時會看究竟是否消耗性上升 譬如看看標普500指數的市寬 有沒有收窄 之前真的有人說 譬如 八、九月那一刻 是的 然後又重新 其實相反那一刻 其實經歷完九月、十月那一刻 反而我們立即見到市寬是健康了很多 因為八月那一刻大部份 只買了大型重磅股 但是由十月份開始 我們就見到一些錢肯審下去 就算你說FANG那些 都肯審下去下面的二線 然後再審下去高增長 即是中小型股 所以其實暫時 雖然剛才有說到 有少少短期VL missing up 但是我們覺得從市寬或者股票的表現 其實是健康的 暫時剛才都說了 因為現在仍然公佈業績期 譬如標普500為例 都有差不多接近60%的股票 都已經公佈業績 暫時好過預期的比率 超過80% 如果能夠繼續維持這個趨勢 應該仍然是08年以來 一個最好的季度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仍然能夠說 美股貴得有道理 貴過人是因為盈利OK 但是其實看遠一點 Q4或是明年的上半年 有很多的企業盈利預測 已經開始更保守 又或者是增長放緩 其實會不會還支援到股值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以整體股市來說 我覺得可能會橫行多一點 因為就像今次的業績 其實因為你會見到 好的和差的股票 是挺分明的 情惑性很大 你可以看到一些階段 如果不可以就掉下去 另外好一點的股票 就明顯跑了出來 在這個角度下 會有一點止消比獎 我會覺得股市會很慢 會來到一個很慢慢慢升 中間會錯一點 但是你選擇正確的板塊 選擇正確的一些相對的股份 就會有好一點表現 雖然Debbie也有提到這些風險 但其實我們想提到一件事 就是這幅圖給大家看 橙色條線 就是現在的股值 我們對比起COVID之前 2015至2019年的平均數 其實是否很浮誇地貴 其實不是的 始終今年還有少少一個基數效應 令到會飆高一點 所以我們覺得 不是離開平均水平 或超過10幾20%的話 不算很extreme OK